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许多国家都试图将士兵空降到敌人腹地实现空中渗透目的 但是由于散兵缺乏重武器支持 往往损失惨重 于是空降战车由此诞生 空降战车是一种重量轻具有一定火力和装甲防护力 能空运空头的装甲战车 配备给空降部队执行快速突击任务 前苏联的空降部队号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机械化空降兵 这个令其骄傲的名号直到今天 仍被俄罗斯空降部队所延续 最初空降战车是人和车分开跳伞 着陆后人员需要自行寻找车辆 大大增加了空降人员的危险性 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空降部队的指挥官瓦西里·马格洛夫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连人带车一起从空中投下去 然而战车落地形成的冲击力 对车内成员的生命安全产生了巨大威胁 这个想法立即被苏联军方制止 但他认为这个想法是可行的 于是他组建了一个研究小组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突破 设计出了一个可承重两吨的大型降落伞 测试人员把狗固定在检阵座椅上进行了空投实验 战车降落后 研究人员打开舱门检查情况 狗的身体状况完好无损 动物空投实验成功后 苏联军方改变态度 将此研究项目提上日程 目前世界上典型的空投战车 主要有俄罗斯的BMD系列散兵战车 和德国的右鼠系列空降战车的 右鼠空降战车是德国为特遣空降部队专门研制的 样车在1983年制造完成 岩鼠根据武器的不同 被分为机关炮型和导弹型两种 机关炮型在炮塔上安装了一门机关炮 导弹型安装的是陶式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 岩鼠空降战车 由保时捷公司生产制造 可以使用运输机散降部署 岩鼠战车长3.55米 宽1.82米 高1.82米 岩鼠空降战车最大特点是可以空降 机动能力强 而且C130系列飞机一次可以运载4辆 很多中大型直升机也能搭载 而岩鼠本身采用了履带设计 搭载86马力的柴油发动机 越野能力非常出色 岩鼠空降战车 虽然是装甲车 但它的装甲实在是太薄了 它正面装甲的防御只能够抵挡机枪在200米以外的射击 反正RPG它是扛不住 德国为了紧跟科技发展增加了更强大的火力 和战场数字化能力适应现代化战争 在2021年6月 德国国防部首次对外公开了新一代履带式空降战车 GSD LUA空降战车 意思为空中机动武器运载平台 GSD LUA空降战车由IABG公司研发 在对外展示该战车时表示 这款战车的主要目的是替代岩鼠型空降战车 称为德国散兵机动与火力支援的主力 在进行实战模拟时 一架海竹马运输直升机货舱 可以装载两辆GSD LUA空降战车 座舱前部设置有防弹玻璃窗 可以为驾驶员提供180度的观察视野 该车长4.2米 宽1.85米 高2.11米 车重仅有4吨 战斗状态重约6吨 它摒基了岩鼠系列的三人车组 改为双人车组 作为布局类似双座战斗机 前部为驾驶员 后部为车长兼任炮手 GSD LUA使用了非常少见的四履带设计 优点是行驶平稳 越野能力强 即使一条履带受到损坏 它也能正常行驶 多履带设计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 GSD LUA的前履带和后履带的形状不一样 增加了越野能力 它可以通过0.4米的垂直台阶 宽1.5米的壕沟 最大涉水深度为0.5米 每一侧有两组 共6个负重轮 两个履带结构都有完整的负重轮 诱导轮和主动轮 按照生产商的说法 四条履带主要是增加了可靠性 如果被打断一至两条履带也能行驶 GSD LUA战车还使用了液气悬挂 能够降低车身 方便直升机运输 由于使用的履带式设计 该车对地面产生的压力很小 由于GSD LUA重量较轻 装甲对车辆的保护受到限制 它采用的是全钢焊接结构 车体正面采用大轻角设计 装甲的平均厚度为8到10毫米 仅仅只能抵挡步兵的轻武器攻击和炮弹破片的伤害 它的炮塔防护也比较薄弱 四周只用了15到20毫米厚的装甲板拼接而成 头顶的装甲护板更是脆弱 该战车配备了瓦尔哈无人作战模块 装备了25毫米或者30毫米的自动加农炮 射速达到1000发每分钟 能够发射新型脱壳穿甲弹 备弹量约600发 由两名驾乘人员操控 火炮可以发射多种类型弹药 而且还配备了5个烟雾弹发射器 根据需求 炮塔会有多种配置可供选择 包括从半手动操纵 到完全远程控制选项 能够为散兵提供充足的装甲穿透力 来应对战场中的威胁 适合打击轻型装甲目标 无人机 直升机和快艇等 该炮对空中和水面目标 射击距离约2500米 对陆地目标射击距离约4000米 整体作战威力 比岩鼠的20毫米机炮更强 GSD Lua对动力系统进行了升级 使用了类似于民用车的混动结构 主发动机是一台270匹马力 奥迪五缸直列式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最高时速达到70公里每小时 最大行程达到300公里 比之前岩鼠大了好几倍 这套动力系统甚至可以安装在10吨级的装甲车身上 这台发动机并不直接驱动车辆 而是由发动机发电带动电机驱动车辆 Lua四条铝带各有一个80千瓦电机 在发动机不工作的时候 它配备的35千瓦电池组驱动电机 整体结构类似于民用车的增程式混动结构 GSD Lua采用了先进火控系统 包括高清全彩CCD摄像头 数字化弹道计算机 激光测距仪和炮手使用的高清热成像仪 该车标配主炮双向稳定器 具备行进间精确射击能力 该车还具备一定的合身化三防能力 和自动灭火装置 GSD Lua很符合德国的战略战术需求 也是岩鼠系列战车的完美替代品 德国人在这战车上用上了主流智商的技术 精致而先进 而模块化设计有利于该车衍生出各种型号 虽然德国的空降战车编队看起来一般 和俄罗斯10吨左右的战车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是它满足了德国的需求 所以这种小型履带式战车的前景还是不错的 而且相关技术也可以使用在无人履带式车辆身上 未来相关的车辆会越来越多 根据德国军方公布的计划 德国陆军空降部队以及空中机动部队 将于2030年装备完洛尔空降战车 服役多年的严肃战车也将逐步退出现役 二战后的德国军工实力逐步削弱 已经没有了当年军事强国的风采 但是德国军工产业的基础和底蕴还在 尤其在陆战装备方面 感谢您的观看 如有补充或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